底漆干燥的过程卡特将A柱这块变形的地方处理了一下 之前在倒漆汽修厂忘记一漆鼓道了 用小锤一阵悄悄打打 确定没有凹凸不平的现象后 咱们将原漆打磨掉 再对漆进行清洁 然后往上面刮上一层逆子 后续的一些操作就不重复了 把这车门的密封像胶条拆卸出来 还有这个门把手 准备对两个车门上色漆 用透明袋给整个车身重新做一遍防护 调制所需的漆色 先给这些焊接好后的面板上层漆 操作基本没啥难度 不过挺解压 车门内板面也给它整上一层 接着就是上色漆了 这是单一元素的色漆 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就是在这修理车库上色漆 不知道后期车子 接着把这些透明袋收拾干净 停放在这车库干燥一晚上 非常纳闷 卡特为什么不把A柱那块的色漆一起上了 到时候还得花时间单独给它解决 卡特有些修车方式 真的让人难以琢磨 把这坛的气囊刮掉 用吸尘器将车内的逆子粉清洁干净 然后修复破损的线束 给这些之前拆卸出来的线束 排放回相应的位置 地毯刚摆放好 卡特就收到了经销商电话 说自己订购的配件到货了 这次的东西体积有点大 需要把这拖车一起开过去 天空不作美 东西装好后 准备回家的时候 突然下雪了 卡特本来还想着 参观一下旁边的皮卡呢 可是穿的有点少 看来只能下次了 地下这一堆的零件 则都是之前从车内拆出来的装饰板 咱们给它们都装回去先 车顶上面的这套音响看着挺高级 不知道音质如何 由于现在天气温度越来越低 尽管在室内 但卡特依旧觉得有些冷 所以他打算出去 弄点干柴来烧 温度上去了 干活的动力随之也有了 继续把这还没装好的中控台鼓刀好 连接相应的接口 拧上螺丝进行固定 它这车子有两个挡把 一般的汽车上面都没有 换挡手杆旁边的那个挡把 叫分时四区分动箱操作杆 可以通过手动切换到不同的驱动模式 以此来适应不同的路况 拆副架这个安全气囊 还有点麻烦 需要将仪表台周边的内饰板拆掉 才能将其取出 这里面都生锈了 把这个新的组装好 然后将其安装上去 主架的安全气囊更换就要方便许多 连接好接口 网里这么一摁就完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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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